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说作为一个前端开发程序员 你在面试的时候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 有很多回答 比如说你要属于什么reactor啊 gequery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但是最令我感到触动的 并不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 而是有个回答 它真的触动了我 这个回答是什么呢 它就 这个回答的人呢是一个面试官 他说他在面试一个应聘的人的时候 他就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战和对列的区别是什么 第二 TCP IP协议和HTTP协议是什么 第三 冒泡排序和规定排序的区别 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要问 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要问这三个问题 我会写代码不就行了吗 其实不是的 在这三个问题里面呢 其实包含了我们在计算机里面的三大块 战和对列呢 这个是计算机这门专业 或者说 计算机在大学里面的这门专业 学的一个东西叫数据结构 数据结构 那么TCP IP协议和HTTP协议 大家虽然说 现在可能不知道 但是也应该听说过他 比如说之前网上不了了 对吧 就会有人来维修 维修的时候 他就会去搞一些什么协议这些东西 你可能看不懂 但是你应该也有稍微的接触过 这一块呢 属于计算机网络这部分的 然后第三部分 冒泡排序和规定排序的区别 他们俩呢 是属于另外一块 叫做算法 这三个东西对吧 看起来很牛逼 但是呢 其实这三个问题看起来非常的难 但是呢 都是这三门 对吧 专业课里面最基础的一部分 那么我知道 我们在很多人在学习编程的时候 并不是所谓的科班出身 科班 那什么叫科班呢 科班就说 你是在本科里面 受过专业的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培训 或者说这样的学习 那计算机专业的学习 它的重点在于哪里呢 我们在学编程 在学JavaScript 在学前端的时候 跟他们的差别到底在哪呢 其实并不是说 我们的框架 用的没他们好 或者说我们的语言 没有他们的熟 因为我们经过学习 这都可以弥补的 而且呢 网上有很多很多免费的资源 但是最大的区别在于 他们系统的学习过 这个数据结构 计算机网络 和算法 这三门课程 这些也是很多人 在后来 对吧 本科不是计算机专业的 后来他们学习编程的时候 会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框架 你会发现 或许 你使用过很多框架 你会发现 这些框架 你都会使用了 而且你 毫无疑问的是 你会使用 别人也可以学会 但是 什么样才能让你 毅力不倒 或者说能让你 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呢 那么我认为 就是这三门 计算机的专业课 数据结构 计算机网络 和算法 那么本系列课程呢 主要是针对于算法和数据结构 对吧 当然我画反了 刚才 那计算机网络呢 在我们的nodejs里面 那个课程里面是会有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课是不会说 让你在天马行空的去讲一些知识 我们会结合一些实际的问题 去解决它 那nodejs呢 它证明后段的语言 对吧 它当然要使用计算机网络了 要使用网络就得了解 tcpip协议和htcp协议两个东西 那么再有一个问题 这个数据结构和算法是什么 应该怎么学习 好 这就是咱们这节课的导论 对吧 第一节课要说明的一些问题 首先 我们看这一句话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 对吧 数据结构是计算机的基础 算法是计算机的科学 什么意思呢 我们接下来解释一下 首先第一个问题 你还记得html吗 html是我们对吧 每一个前端开发员都会学的一个东西 我们来简单的回忆一下 简单的回忆一下 html是怎么样的呢 它是比如说你的head里面 head对吧 然后呢 开标签 必标签 然后呢 里面会有别的标签 比如说meta 对吧 这个head呢 像一个袋子 里面呢装了很多东西 但是呢我们更加习惯或者说在我的html的里面呢 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html像是一个树结构 树是怎么样的呢 大现实中生活的树对吧 一个树干 然后呢分了很多树枝 然后呢分了很多树枝 对吧 树枝呢又有很多树叶 形成一个树的结构 那么如果我们啊 用一种 更加数学的方式 对吧 更加科学的方式 表示它就是这样的 一个根 它有很多个干 对吧 这是一个干 第二层啊 是干 这是根 这是干 然后呢下面呢 又有很多很多的树叶 对吧 树叶 它是一个发散性的东西 对吧 一个这样的结构 然后呢你可以回想一下 咱们html里面 给大家做的一个演示 这是在之前的pt里面解出来的 html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树形结构 大家看 比如说这个例子里面 我说的很清楚 html它有一些子节点 对吧 head和body 然后呢body里面又包含了很多很多 其他的节点 然后呢每个节点之间也会互相包含 这是一个典型的树形结构 当然我们在学html的时候 不会说抓着节点不放 只是一代而过意 但是现在是时候去研究它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树结构有一些主要的操作 我们之后会学到的 第一个 去增加一些子节点 删除子节点 查找子节点 然后呢 其实如果你对js已经非常非常熟悉的话 它对应着一个方法叫append char 删除子节点呢 是remove char 查找呢 这是咱们用的最多最多的了 对吧 比如说getElementByIdByClassName之类之类的 那这种方法 本质上来讲 是怎么实现的呢 其实啊 本质上来讲 我们来演示一下 本质上来讲的话 它是把html变成一个个数 像刚才我们说的html 对吧 它分为两部分 一个head 一个是body 然后呢 它会用一门其他语言 来给我们这个js提供一个api 就提供一个函数接口 要去操作这些节点 那么操作节点的时候 那么你怎么去getElementById 然后怎么去append char呢 靠的就是我们用其他语言实现的一个数结构 比如说我们用c加加 去实现一个数结构 然后呢 当你写下这行代码的时候 它呢 就编译成c语言 然后呢 通过一个数结构的操作 去查找一些节点 当然呢 这些是比较悬乎的 因为呢 我们可能还要设计另外一门 叫做编译原理 对吧 但这个东西呢 不太适合现在说 总之 你要知道 html是个数结构 然后呢 我们常用的一些html的一些js里面的操作 都是基于数结构 这个数据结构来提供的 OK 这是一个比较悬乎的问题 对吧 我希望呢 大家这里可以建立起 现在的知识 跟以前知识的联系 融会贯通 好了 这是一个数结构的一个例子 然后呢 接下来是一个 另外一个问题 在社交网络中 是怎么做到可能认识的人的 比如说之前QQ会有一个推送 对吧 比如说你会认识 呃 张三 李四 恶狗 那他怎么知道 你可能会认识他呢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个图结构的例子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用了很多小圆圈来表示一个个人 比如说小黑 小红 小君 呃 小刚 小明 小美 对吧 都是咱们 呃 在幼儿园或者说小学时候会经常见到的一些老朋友了 对吧 OK 那我们这里用箭头表示什么呢 表示他们今天的朋友关系 比如说小黑跟小红是朋友 小明跟小红是朋友 小明跟小军是朋友 小明跟小刚是朋友 小明跟小黑是朋友 但是呢 这时候注意啊 小刚 他会有个特别点 在什么地方呢 他跟小美是朋友 跟小明是朋友 但是他们俩呢 他们俩认识吗 不认识 但是基于这样的图结构 你很明显可以猜测到 小明 对吧 跟小美会不会认识呢 因为他们认识了一个相同人叫小刚 那么很大可能 你可以去猜测他 他们俩是可能认识的 这就是图结构的一个 常用的一个地方 用来表示一个社交网络 对吧 包括什么一些学乎什么 七度理论什么的 对吧 都是基于一个图 这样的结构去实现的 当然图结构还有另外一个用处 比如说 搜索一个最短路径 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比如说咱们在地图里面 对吧 我要在一个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是一个例子啊 这是在这个蓝点 对吧 出发到这个点 那我们怎么在这需要这呢 我们都知道 会有很多的路径 对吧 比如说你可以走这里 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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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最终达到这个终点 但是呢 这个路径会非常非常的强 或者说你干脆直接要地球一圈 对吧 回来 这样呢 也能到达这里 但是我们用地图的时候 当然是希望麻烦你给我一个最方便 最快的一个路径 去让我去到那个地方 对吧 不然的话 这是什么破软件 我还不如走路去呢 对吧 一边走路 一边问老爷爷老奶奶 那我们看一下 那怎么去搜索一个最短路径呢 其实这一点呢 比较简单 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看着图的一个点 像刚才那个社交网络那样 看着一个个点 OK 看着一个个点 或者说这个颜色不太好啊 这是终点 好吧 这是终点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里 出发 找到了第一个点 然后呢 这个点呢 跟这两个点呢 又产生了关联 然后呢 你就会有别的选择 或者说你还可以选择 这个点 那么你会去像 你的程序会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 他会使用这个图结构 去寻找最短路径的点 然后呢 到达你所要的终点 但这一切呢 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 我们怎么去构建 这么一个地图的一个数据库 对吧 但是他算法呢 我们后面会学到一个最短路径的算法 比如说 这有很多路径 对吧 我们在这里 这个点 怎么最快的需要这个点 对吧 当然他的方式是这样的 但是具体算法怎么实现的呢 这是我们后面学习的一个内容 好吧 最短路径以及图的便利 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 好了 再说一个 前面啊 都是一些数据结构的例子 都是一些数据结构的例子 接下来咱们讲一下算法的例子 比如说这是百度某一年的一些老新闻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看这里有个东西叫搜索指数 对吧 他们的排序方式 我相信大家都看出来了 很直接的是怎么排的 是根据这个一个数字来排对吧 大家看这个数字是四十三万九千八百三十七 对吧 那么我估计啊 他的数据按照这个每一个差了几千的这个数来的话 他可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数据去排名 那么怎么去把一些比较 搜索指数比较多的数据排到前面来呢 比如说你当然不希望说 你的排行榜对吧 第一是三万的 第二是四万的 对吧 第一是三万 第二是四万 那不乱套了吗 你当然是希望这个指数越高的越在前 越在前面对吧 那怎么做到呢 那就要用到我们的排序了 排序是一个每一个对吧 甚至不是计算机专业的一些学生 在大学里面学习习语员或习家家的时候 都会学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是冒泡排序 插入排序 快速排序 对吧 但是很多人都没学懂 为什么呢 因为大学的课 有些学校可能会稍微有点水 对吧 很多人都是 学着学着就过去了 对吧 看着看着就过去了 也没有真正好好的理解 他的算法的原理是怎么样的 或者说对整个过程不了解 那么很多人 在以后对吧 也不会有机会再真正的去了解这些东西了 所以咱们这里会学习几个经典的算法 然后研究其中算法存在的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 简单几百条数据对吧 算法之间没有太多差别 因为大家知道计算机的运算速度 是非常非常快的 比如说现在的电脑 每秒可以运算上亿次对吧 当然这可能有点夸张 因为我具体不太了解 但是每秒运算那么多次 它的速度是很快的 OK 那么我们想一下 几条数据对吧 比如说你12345 你怎么排都没有关系 对吧 反正就那么几条 你的算法在垃圾也肯定能排好 但是如果有一千万条数据呢 一千万条对吧 可能有些人说 我不会用到那么大的数据 但是有一些行业对吧 就会用到那么大的数据 那怎么办呢 我们看一下啊 那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对于两个算法 第一个冒泡 第二个龟并 这两个都是排序方式 对吧 都是一样数字 从大到小 或者从小到大排序的 但是呢 冒泡排序的复杂都是n 的平方 龟并排序呢 是nlog 以二为底n 就是说这什么意思呢 假设啊 一千万条数据 对吧 这里写错了 这是好像是一百万条 对吧 一百万条数据 那么你要执行n的平方次的话 那么他最重要执行的次数是多少呢 嗯 多少 对吧 他可能是一六 三六 三六九十二个零 对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 对吧 到底是多少呢 我就不想算了 大概是一亿次吧 但是如果你使用龟并排序呢 他要执行多少次呢 是一百万乘以六 六百万次 这已经产生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数量级的一个差距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就龟并排序使用的方法呢 更加的好 对吧 他的运算方式更加的简单 对吧 给计算机省了更多的资源 那么最终的差别 可能说你这个可能要运行一个月 这可能呃 五分钟搞定 当然我呃 我这只是一个举一个例子啊 他们之间的差距可能没那么大 但是你要知道 算法对计算机 是一种计算机的科学 它是用于提升计算机 对对某一种问题的解决的那种速度的 包括现在很火的什么AI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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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过程啊 去学习一些基本的 我们那些冒泡排序啊 规定排序这些简单的算法 这些基础的算法 但那可能不太简单 对吧 但是基础的算法 或者说常用的算法 以后呢 有机会去踏足一些非常高大上的全新的领域 AI 或者说员工智能 好了 说了那么多 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捋一下 我们的课程的大纲是什么了 我们会呃 学一些数据结构 对吧 站 对列 链表 集合字典 对吧 前面这些呢 都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呢 不要小看啊 我再去劝你们千万千万要小心 他们看起来很简单 对吧 他们写起来很简单 但是 我们在呃 考虑这个图的时候 图结构的时候 他可能需要用到前面站的一些知识 所以呢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然后算法大纲呢 我们主要学三个东西 一个是排序算法 冒泡 选择 插诱 规病 然后呢 会学一些搜索算法 其实呢 搜索算法比较简单 就两个 一个是顺序搜索 一个是二分搜索 然后呢 算法模式更加简单了 就一个地规 动态规划 贪心算法 好吧 虽然大纲看起来 但实际上他内容 就连我背课的时候都感到非常头疼 因为我 在担心 大家怎么样才能够更轻松的学会他 OK 当然呢 也不要太害怕 对吧 那么关于算法的更多内容呢 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些 网上的一些题来做一下 包括 在搜索上有一些专栏啊 他是说一些 比如说谷歌 微软 这样的国际 跨国的那种大型公司的一些面试题 他们用到的最多的就动态规划和贪心算法 所以呢 如果你有 你说有想去 那种跨国公司工作的那种经历 或者说有那样的机会的话 那这里值得你去好好的学习 好了 回到我们一开始主题上 我们说了数据结构是计算机的基础 大家看到了 无论是我们的html这个东西呢 还是我们的地图这些功能 这些常见的计算机功能呢 都是通过数据结构这种东西来实现的 然后算法呢是计算机的科学 关于这个东西呢 大家可能还会存在一点点疑问的话 关于数据结构和算法 大家可能会看到 在网上看到很多书 比如说C C++的数据结构 对吧 跟算法 然后呢 或许也会看到python 的数据结构跟算法 但是你很难去看到 Zarscube 的数据结构和算法 对吧 I-I-C-P-T Zarscube的数据结构和算法 那为什么呢 可能有些人觉得 哎 我不学这个也行吗 那当然可以 对吧 毫无影响你找工作 但是我很担心 它能否为你 你现在所持续知识 能不能为你提高一个 更高高度的一个工作 或者说 算法和数据结构 它本质来说是什么呢 是一种我们常说的 编程的编程的什么呢 思想 大家知道语言是什么呢 语言它是一种工具 工具的使用需要什么 需要这个思想去指导 怎么去使用工具 我们只要把数据结构 跟算法的一些思想学会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无论使用什么工具 无论你使用C语言 C++ 还是python 你都可以去熟练的解决 同样的问题 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语言 只是一种工具 对吧 就不要执着于 我们使用什么样的语言 去实现了 而ZavaScript 它有一些天然的优点 优点 第一个优点呢 是它足够简单 方便我们去理解 这个 方便我们去理解 我写的代码 方便你们去理解 我写的代码 以及方便大家去书写它 它不像C语言 非常执着于某些类型 指针什么的 非常令人头疼 而是Python Python也可以 Python也足够简单 但是呢 ZavaScript呢 作为一个全能开发的话 大家更加熟悉一点 对吧 它有个优点叫简单 另外一个优点是 它有个非常牛逼的调试工具 叫Croom 通过Croom 我们几乎啊 能够对这个程序的 每一分每一秒 每一刻的运行状态 都了又执掌 这是一个绝佳的 学习数据结构 跟算法的一个工具 对吧 它的调试功能 对吧 那Console 那功能 非常非常强大 对吧 所以呢 我们使用ZavaScript 来学习 数据结构跟算法 是有一些优势在里边的 好 这就是本章 导论的一些内容 金贴 产生 非常耐心的 制作人 我们下频道 我们下频道